11月13号,在成都市新都区的一条街道上,一辆四轮的环卫车正沿着飞机动车道缓慢地进行清洁作业 记者走近一看,环卫车驾驶室内没有人,方向盘在自动修正运行路线 旁边的液晶屏上显示着车辆信息 据悉,这种自动驾驶环卫车是在新都区已经试点投入运行的无人环卫清扫机器人 也称无人环卫车,通过智能系统进行道路识别和清洁,提高城市清洁效率,降低环卫工人工作量 在不远处的另一辆无人环卫车旁,环卫工人杨思坤手持一根操作杆走在车旁 环卫车清扫路面,杨思坤清洁着树池角落里的垃圾 杨思坤告诉记者,树池、路沿石角落,这些都是以前清扫街道的难点 遇到大风吹落叶,那更是从早忙到晚 现在有了无人环卫车,一切都引运而解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无人车以后,很多石角都可以快捷地清除干净 比如说这种树池里面的网格状里面的垃圾可以用它很快捷地吸掉 冬季这种落叶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个无人车以后 它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原来我们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作业内容 现在15分钟就可以进行完全的清扫 记者现场了解到,无人环卫车一小时的工作面积在两弯平米左右 并且具有垃圾识别、清洗液程、障碍识别等功能 对于无人环卫车的安全性,该车研发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无人环卫车的车速设定是每小时5公里 并且前后雷达在5米内识别到障碍,都会立即停车 我们的这个车首先通过我们的道路进行一个信息的录入 然后根据我们录入的情况进行一个道路的清扫 同时呢,它的车身有6个摄像头和2个雷达 通过这些智能的设备能够准确无误的识别出道路的信息和垃圾的总类 进行一个循环性的清扫 记者从成都市新都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 新都区从2018年底以来 先后在三条街道投入无人环卫车7台开展4点工作 目前,环卫作业质量提升明显 从4点的情况看 通过机器人的规范化、智能化的清扫作业 倒入清扫的作业质量和环卫管理效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无人环卫清扫机器人项目的推广 努力推动全区环卫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智慧城市的管理成绩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